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大陸的抵制洋貨風潮似乎如波未了 近日 國產的波鞋品牌李寧和安答 忽然掀起一股炒風 其中一對李寧牌限量版波鞋 更加從1500元人民幣炒到48000元 令官媒都要出手押止炒風 第二宗消息 在中國宣布制裁英國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之後 有多人馬上跳船 另外本來有人申請了要加入這間律師樓 並且申請來港執業 但是現在就開始卻步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 國產品牌的波鞋炒風有多刺熱 在大陸的一個網購平台上 有一雙安答牌 Crossover多拉A夢的波鞋 原價是499元人民幣 在網購平台上炒到 4599元 另一款 李靈牌的限量版波鞋 叫做韋德之道7 原價是1699 炒價是10889元 炒了上去6倍又多 而且不是說沒人買 在購買紀錄有270多條數據 到底真的有那麼多幅真金白銀去買國產波鞋 還是炒賣波鞋的那些人自己刷數據 就真的不清楚 另一款炒得最厲害的 就是叫做韋德之道4 全明星銀白款的波鞋 原價是1499元 炒價是48889元 炒了上去31倍 不過就被人發現 原來這雙波鞋 是沒有任何購買紀錄 即是只有炒字 沒有任何人落答 而且這個炒風 也是有部分媒體 有份來助長 中國證券報報導 有從事買賣波鞋多年的業內人士表示 近日波鞋的行程非常神奇 買賣國貨的同行 不斷求貨源 而且加價去拿貨 有人一口氣就掃了10萬人民幣的貨 賺回來的錢能夠買到一架車 相反 以買賣Nike和Adidas為主的商家 最近他們的銷售量就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有幾千萬的存貨就積在倉內 而且還會虧損幾百萬人民幣 他說的就是這樣說 但實際上大家看到的 在Nike和Adidas 很多的門市都是排長龍 甚至Nike新的那雙波鞋 有35萬人去預購 為什麼會有幾千萬積在倉內賣不出呢 究竟這篇報導的真確性又有多大呢 反正不要理他了 總之大陸國產波鞋這個炒風 就有些大陸媒體來幫忙推波助瀾 吹到炒賣國產波鞋好像積賺不賠 還能夠自負一養 實際上來說 究竟有多少小粉紅願意落搭 願意去吃炒價的國產波鞋 自願被割韭菜 我對於這篇報導的可信性 就真的有很大的保留 好了 不要理他這篇東西 真還是假 最近 這些炒價波鞋 已經從大陸的網購平台上 被下架 為什麼 因為官媒開到聲 說要壓制 嘲諷 但是官媒所提出的原因 都挺有趣的 我們先去看看《人民日報》的財經評論是怎樣說 他們的標題就是 消費愛國心炒鞋 邪欺 必須狠殺 就是說 要狠地去殺停他 這篇社評認為 如果純粹將這一股炒鞋風 視為單純的市場現象 那就是太天真無邪了 因為廣大的網友紛紛用腳投票支持國貨 下單李寧安踏等知名國產品牌 這件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有些炒鞋客捕捉到這個商機 彷彿好像聞到血聲 趁機轉戰國產球鞋市場 興風作浪 炒鞋客在商言商 但是不能為了大發橫財 就調低了倫理 這樣是傷害了廣大消費者的愛國情懷 從某個程度上來都說 可以說是在消費廣大消費者的愛國心 他這一番的批評 你說有沒有錯呢 實際上我認為他都說是對的 因為那幫炒鞋客 事實上就是趁著現在這個抵制洋貨的風潮 他們就去炒賣國產品牌的波鞋 那幫炒鞋客 故然就是在消費愛國情懷和愛國心 但是 抵制洋貨這件事 他的本質何嘗又不是在消費外國情懷 如果不是抵制什麼洋貨 正正就是大陸覺得 這些洋品牌 他們在唱衰中國 借著新疆議題 所以那些人才去說 不買洋品牌的貨品 就轉買中國國產品牌的貨品 這個本身也是一個外國行為 這個抵制洋貨本身就是在消費外國心 如果你說那些炒鞋客不能消費的話 到底什麼人能夠消費呢 是不是那個國產品牌 自己去拿些貨出來賣就好 凡有些人去炒賣投機賭把的話 那個人就有問題了 其實不是說 消費愛國心的問題 這個是變成炒賣的問題而已 是不是 所以那些邏輯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不要說到混亂 究竟消費愛國心這件事是不是不對 如果是的話到底抵制什麼洋貨才行 然後我們又去看看新華社那邊的評論又怎麼說 他們說 國產品牌球鞋遭炒作 無異於揭責而遇 自斷國產品牌升級之路 為什麼呢 因為炒鞋導致波鞋的愛好者 買不到他想要的球鞋 進而使得 國產品牌失去了消費者的信任 這個說法如果他是說得通的話 其實 就不單止說局限在波鞋這個商品 放諸四海皆準的 比如說 你走去炒賣這個房地產 都是無異於揭責而遇的 是自斷了國產品牌升級之路的 那些房地產商都是一個品牌來的 不單止說是安搭 李寧才是品牌的 把房地產放在他這個評語裡 其實是一樣通的 如果因為炒賣房地產 導致市民買不到他想要的那家樓 進而使得國產品牌失去了消費者的信任 其實是一樣說得通的 難道搞到最後就是 所有的商品都不能再去炒賣 不能夠投機賭吧 如果是的話 那就是回到以往計劃經濟的年代 到底這次他們是要打擊炒賣波鞋 還是所有的炒風都要打擊呢 我們可以看看《人民日報》那篇評論 最後那段是這麼說的 鞋是要來穿的 不是要來炒的 壓制這種瘋狂的做法 以及歪風邪氣 監管部門應該要堅決出手 通過法治手段為這一輪的炒鞋熱降溫 他這裏就在說鞋 但是下次又會不會放其他的商品進去呢 你放股票也行 房地產也行 放什麼都行 什麼都不是要來炒的 所以 究竟這些評論他背後的核心思想是想表達什麼呢 我就搞不清楚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在上個星期英國的埃塞克斯元大律師事務所 被中國制裁了 根據《金融時報》最新的報導所說 在大陸的制裁出台之後 這家的大律師事務所 有多個人員來職 包括了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御用大律師 他在這個制裁出台之後兩天 就決定跳船 過檔去另一間的律師樓 此外律師樓的新加坡分行 一名御用大律師 和 新加坡的前總檢察長 都打算離開律師樓 並且另起勞組 在之前有報導也提及過 就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前主席 麒文輝 本來在下個月 打算加入這家大律師事務所 並且申請來香港執業 但是他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也提到 說要審視的情況才再作決定 有可能退退不入這家律師樓 這些情況當然 其實就是表達出 究竟是不是有一種寒蟬效應 已經出來了 因為大陸的制裁 所以有人跳船 有人另起勞造 有人確實不加入 變相來說 對於其他律師樓的律師 就會有所警惕 他們往後的日子 還敢不敢 去批評大陸的人權情況 諸如此類的事情 或者說一些大陸不適合的說話 因為原來會影響到他們的業務 而且不僅是他本人受影響 大陸是整家律師樓制裁的 變相是類街坊 到底會不會導致其他律師都不敢出聲 不是說沒有機會 另外有律師提到 說埃塞克斯源大律師事務所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在國際市場上 那邊的業務就太過倚重中國了 他們在亞洲市場是屬於業界的龍頭 故此的影響也會特別大 那就更加反映到 凡是跟大陸有業務往來的律師 他們在往後的日子 當然會更加謹言慎行 不敢發表太多大陸不適合的說話 否則會令到他們的利益受損 除非那個律師本身都不想再跟大陸合作 他當然可以說什麼都可以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